這隻我印象中 印象中現在市價 原箱要1596 老闆 你那隻海洪迪到底怎麼來頭啊 我剛才很多人留言都在問 這隻喔 這隻如果是原箱你知道多少錢嗎 多少錢 大概勞力士應該 七八十萬了不起吧 這隻我印象中 印象中現在市價 原箱要1599 1500 1500 1500萬拿去買一隻錶 這邊還有一個 他賣2511萬 2500萬 可以賣你家的內套防水 再貼一點就可以買 對啊 再貼個幾百萬 那你跪在哪裡啊 跪在出廠的時候就是原箱的設計 那你可以一個 這隻不用200 不用200 為什麼 你說假的 這隻是拿 假的還要200萬 超級A貨 你不能帶假的 但是這個 你如何用最少的錢 撞最大的幣 HELLO 就這隻了 幹嘛說啊 你用不到200萬 你可以帶出2000萬 就這樣 對啊 划算 划算啊 那是不是有人拿7300還是什麼 改763 一樣的道理 差不多的概念 那你是如何讓它變成 它原本不是這樣子的顏色嗎 我買來就這樣子了 這隻是在台中有一間有名的錶店買的 那有保證書什麼都有 我買來它就改好了 它有附原本的錶盤跟錶圈給我 它原本的型號是 116505 那是這隻彩虹迪的真正型號是116595 它的90號差那麼多錢 那你只是代碼 它原本長什麼樣子 它原本就是整個是樹面的這個 全金的 沒有這些彩虹圈 也沒有鑽石 就一般的Datona而已 就一般的玫瑰金Datona 改這樣子要花多少錢 改這樣子大概39 30萬左右 所以那上面的罐是真鑽 真鑽 一定真鑽 不可能用假的 那水鑽啊 斯華洛士奇 水鑽黏一黏 差不多 看起來效果 不一樣啊 你那個光亮的程度就會有差別 鑽撐不久 硬嗎 試試看就知道了 哈哈哈哈 想看嗎 試試看就知道 想看底下留言 氣況蠻帥的 欸 那你應該有在扣抗錶號 剛好從 拿到這一隻 這隻是我 人生買的第一隻 小意思 那時候買多少錢 20萬 年份應該是2015 還是2013左右 那時候買20萬很便宜欸 很便宜 應該比較 最多都長到一隻50了 最領的時候 那現在如果你是一隻 二手架大概還有 現在他們收還有30幾萬吧 35左右吧 我沒研究啦 大概啦 最少最少都還有30出啦 給他們收一定還有30幾萬 買錶還有賺錢的啊 很多很多賺錢的 那你現在這一隻 拿出來賣 會賺嗎 這隻應該平出 這隻會賺 賺到10幾萬 你不知道幹嘛 放得就放得了 這是第一 第一隻錶 那一定是要留著啊 紀念性啊 可以傳承 不能賣 先砍給我 我不會賣 都得了 不要人的人 不要人一定死 看給誰 其實我中間還要買一隻一樣 那時候我哥他沒有帶了 他換錶 他有把另外一隻給我 那另外一隻已經傳承賣給我裡面的人 他就給你啊 你哥給你 然後你要去賣人 他也是賣我 喔 外面收多少錢 我就夾著跟他買 然後你該賣給別人 我在便宜賣給自己人 看哪個便宜啦 便宜 真的便宜 跟他講不能賣啊 如果你要賣 你錶還我錢還你 就是一個傳承 對你不要賣 也不是要讓你去幹嘛的 你就先帶 啊 如果你之後真的要賣 你就把手錶還我錢還你就好 對 喔 那個概念很好欸 等於我再五年了 還是一樣的價錢 我就是先把錢放你那 對啊 轉表人的心態就是這樣子 看個人吧 像我之前也有買百達斐力賣掉 那隻如果到現在沒賣的話 應該也賺錢 那你怎麼會把他賣掉 當時百達斐力看起來 你不知道的人不會覺得他身體很貴的表 那隻也一百多萬啊 就人家講的PP嘛 PP啊 所以你不要強調的還是 裝B 要吸金 你如何裝最大的B 你有B 其實我最近還是有在看RM 你這樣一直要多少錢 起步也要五六百元起跳 我看到一隻紅色很喜歡 紅魔 紅魔要一千左右 老實講 我這種表的行物我沒有很喜歡 我也沒有很喜歡 它重點就是貴 第一是因為貴而買它 這是一個價值的 可以 他覺得你手上戴的東西很貴 好不好 看多了 不然 那老一輩那什麼卡通表 你很在意你手上的東西 就看你手上那顆斷也是蠻大的 我們做生意一定基本的要有一個蒙面 比如說我們真的喜歡 我真的不帶也對 你做生意有時候會需要 就有些人看你的 糖頭 看你的裝備 裝備其實蠻重要 路上界 重點在於它兩克拉多 2點多 2點多克拉 如果有GAI的證數 這一顆最少要150 200起跳 那你為什麼沒有GAI 你就還是那句老話 畫個表的錢 拿著 你不用100萬就可以買到兩顆拉多 帶出200萬的價值 這一顆算是婚戒嗎 也不算婚戒 但是我老婆也是有買 上次第一顆剛有拿到 這是它的第一顆還是第二顆 我有點忘記了 它上面是為什麼 是空的 誰吃去吃飯的時候 掉了 吃飯掉了 吃飯吃一吃 要回家的時候發現手上的鑽石不見了 就是長時間這樣 這一顆大概當時釋加在30 這顆一顆拉多 1.5左右我印象中 那我只想問 什麼時候掉的 變哪裡掉的 大概三四年前 哪搞得到 那你心裡的感想是什麼 掉就掉了 那我還沒看 前次身外之物 我之中還買過 我還有JP全鑽 不管 在家裡嗎 整隻 整隻都是鑽石 有照片 那是在家裡 那你先不用給我看 我下一次去你家看 應該也蠻多人好奇 你的收場到底有哪些吧 下一次再開箱給大家看 那也是有家 下一次去你家開箱 關注李老闆 腳不會痛 下一次 就準備好 去哪里 再一次 下一次